大家好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继续用Fisco Packet Tracer 来学习一个微烂的划分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网络 一个小型的局域网 这是一台交换机 然后呢 带上四台PC 这四台PC呢 现在默认情况下 它是属于同一个微烂的 我们看到这个提示信息里面的 第三列都是微烂一 就是这四台电脑 属于同一个微烂 现在呢 我们在一个同一个微烂的情况下 它们的地址又是在同一个网段 这个第一台电脑是192.168.1.1 然后呢 这个是1.2 然后这是1.3 这个是1.4 所以呢 我进入任何一台电脑 去聘另外一台都是可以聘通的 比如说我现在聘下 192.168.1.2 也就是第二台电脑 你看 是能聘通的 我聘一下第三台电脑 也是能聘通的 第四台 同样是能聘通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在这四台电脑当中来划分一个微烂 我们希望呢 将这两台电脑就是一号和二号呢 把它划分成一个微烂 然后把三号和四号呢 划分成一个微烂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它们做一个隔离 好 现在呢 我们进入交换机来做一个这样的微烂画片的操作 首先进入这个concrete里面 现在呢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微烂database 微烂database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add 一个remote 就是增加 删除 现在我们要点增加一个微烂 现在呢 其实让我们输入一个微烂的名字 那么我们就随便输一下 叫 n1 就是上面是微烂的号 下面是微烂的名字 叫 n2吧 add 我们看到这里面已经添加了n2 二号 再添加一个 3号 它的名字叫n3 现在呢 这是第一步 我们已经添加了这两个微烂 那下面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某些主机加入到这些微烂里面去 比如说现在我们希望把第一台电脑 把它加到这个地方勾选这个二号微烂 然后把第二台电脑 也给它勾选到第二台微烂 然后第三台电脑呢 我们让它进入 三号微烂 然后第四台电脑呢 我们也让它进入 三号微烂 这个时候 我们在鼠标 移到交换机上 能看到第三列里面呢 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前面两台电脑呢 现在属于微烂2 后面两台电脑呢 属于微烂3 那这么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第一台电脑 我们现在来 我们进入第一台电脑以后 我们现在来P一下这个 192.168.1.2 也就是第二台电脑 我进入第一台电脑 来聘第二台电脑 我们看 还是能聘通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能聘通呢 因为 现在呢 第一台电脑和第二台电脑 它还是属于同一个微烂的 但是现在我来用 第一台电脑 聘一下第三台电脑 我们看一下效果 超时 这是第一条超时讯息 第二条超时讯息 超时它也会有四条 第三条超时讯息 第四条 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用第一台去Ping第三台电脑 的时候已经聘不通了 虽然它们是同一个网段 都是属于192.168.1这个网段的 但是由于现在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划分微烂的操作 所以说 现在呢 第一台电脑已经聘不通第三台了 同样的 第一台电脑也聘不通第四台 第二台电脑也聘不通第三台和第四台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在交换机里面做一个这个微烂的划分呢 就可以实现从逻辑上把本来是一个局域网的主机呢 人为的进行一个分割 这个用途可以用在比如说一个企业里 或者是一个机构 把它内部的部门希望从网络上隔离开 就可以采用划分微烂的方法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对物理线路做任何的修改 只要在交换机里面执行一些操作就可以 当然我现在用的是图形界面的方式来再次操作了 其实所有的这些操作都可以在交换机里面用命令来实现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视频里面再来介绍 好 今天呢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用这个package transfer也是如何来划分微烂的 谢谢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